各位學員大家早安 好 在田會計師跟周總的後面實在是很吃虧 因為田會計師教大家怎麼找錢 周總經理教大家如何研發一個技術 如果在製程上跟經濟減少失敗的比率 如何設計製程 這個都是教大家找錢或賺錢 大家看我的 這個powerpoint 第一頁就是 牙科器械的世界品牌之路 一看到品牌兩個字 不好意思我教大家怎麼花錢 這個 在座有沒有人舉手說我不太會花錢的 有沒有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在座有沒有你的公司或者是你個人的經驗有做過品牌的 有沒有 你舉手 有做過品牌 所以都沒有嗎 沒有人做過品牌嗎 就是 經驗上沒有人做過品牌 行銷的有沒有做行銷工作的請舉手 所以在座都是 所以我今天講的話就是 可能有一些專有名詞等等 你可能會聽不懂 那 這個沒有關係我們會後還可以交流 那我今天這個powerpoint 因為我準備的內容比較多 今天時間稍微要短一點 所以有可能我會講不完 大家不要擔心 因為這畢竟是花錢的路 花錢的路是很長的 我們永遠都講不完 所以會後我們還是可以再繼續做交流 那我講到這個 其實我今天不是教大家怎麼花錢 這個柯頂是很會花錢的公司花了很多錢 那其中有很多錢是冤枉錢 我今天只講冤枉錢 我花了哪些願望錢 我希望你們不要再重複花 那你不要花願望錢 你的品牌一定會 更世界知名品牌你會更進一步 因為你有更多的錢可以做在有用的事情上面 那我剛剛 謝謝剛剛謝謝蕭總的介紹 那我個人的話 為什麼我去念 我大學是念財務的 然後後來到美國念書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 覺得說家族企業 我不靠家族我也可以活下去 所以我絕對不會靠家族 一定要去美國重塑自己的一片天 沒想到 我申請商學院 申請到一個學校是 醫學著名的 所以 我們家族企業是做醫療的 沒想到我在念書的時候就已經註定我這輩子跟 醫療都不解之遠 所以我就 到約翰和武金師 所以我的同學現在很多是台灣的民醫 這個以財公司的 董事長創業者也很多 所以 我大概從在美國念書開始就一直跟 醫療有這個聯繫 那回國之後 我本來是 想說不靠家族 要 自己 在外面看找工作 這個我從美國回來一定可以找到很高興的工作 可是因為我爸爸那時候要求我要還學費 學費花了蠻多錢 所以我就只好進家族企業 一直到現在 其實也不知道還慶了沒有 那 那我陳大念書是因為 因為我的學經歷大概都是商學背景的 其實 我們公司裡面有很多優秀的這個研發人才 我實在很難跟他們溝通 他們也很難跟我溝通 所以我在技術上完全沒有辦法說服人家 因為我是商學背景的 那我的客戶都是 我是醫生 其實醫生也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我也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但是我為醫生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以前對醫生真是毫無辦法 那 然後我又是台北長大的小孩 我在 我們公司在南科 在南部 我是沒有朋友的 所以我在外面沒有朋友 在公司裡面沒有人跟我講話 我客戶聽不懂我講什麼 所以我決定我要交一些朋友 去學校唸書就會有朋友 然後這個 我唸 醫學工程有醫學也有工程 我可以說服醫師 我可以說服 我們公司裡面的技術人員 這就是我唸成大的初衷 那 我剛講到就是說 我講話習慣性的很快 如果太快的話請隨時舉手 我會稍微慢一點 就是說 我們 我剛講到我們做品牌 我們一開始 我們公司35年 1985年成立的 一開始也不是做品牌 一開始是代工 我們代工超過25年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做品牌 所以我讓大家了解我們公司的 現在過去跟未來 大概就是 我們品牌之路 還會往下走 那 過去我們在轉型的那個階段 到底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做品牌大概10年到15年 這中間 我們遇到哪些困難 如果這些困難 在做品牌的時候都可以避開的話 我相信你們的時程也許會比我們更快 柯頂是 1985年成立的 那是 我是 第二代 所以 現在在 總部在南科 我們在台灣的員工大概90個人 如果加海外的業務加起來的話 大概差不多200人 所以我們有一半的 我們有一半的 員工或者是說 我們的能量其實是放在國外 那在南科的話是研發設計製造中心 現在在台灣 那我們在中國上海有一個分公司 那在 歐洲有兩個分公司一個在意大利 然後現在一個在西班牙 德國本來也有一個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有一點變動 那去年本來要在東南亞的泰國跟馬來西亞各設一個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延誤 所以泰國馬來西亞跟日本的這個 這個分公司是稍微延誤了一點 不過這也在計劃之內 那剛剛有講到 我們是1985年成立的 一開始我們就是做精密加工起家的 就是精密加工大家熟知的CNC的機器 機械類的產品 那我們一向都是作為小精密的 像我們的公差 我那天有一個供應商 來跟我講就是說 你們公差沒標的 我不知道大家對加工熟不熟 公差沒標的就是正負一條 有標的看工差 所以我們正負一條的公差 一條大家熟不熟 因為一條其實很小 就是正負一條的公差 是我們最基本的 如果我們有標公差可能都是MU級的 所以我們一向都是作為小精密的 我們以前有做過瑞士手錶的齒輪 我們是從那邊起來的 那 所以 我們到2004年的時候 1985年到2014年 中間還是9年的時間 我們才拿到所有的 證招 因為以前都是做代工做parts 其實不需要那麼多證招 我們拿起了所有證招 那在 2013年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轉型的年 我們在中國 2009年的時候 在中國上海 設立了分公司 2013年的時候 我們在 中國的 營收業績不但是選一兩品 而且Double 所以 2013年是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轉型年 那這個2013年請大家要記好 因為我們後面 很多轉型都來自於2013年這個轉折點 那基本上我們在 現在做品牌的話 大概 強調的就是第一個 我們有超過30年的設計製造經驗 我們銷售大概是10幾年左右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我們所有的產品都是台灣製造 台灣製造從台灣出口 那 我們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我們銷售到德國 我們銷售到這個西班牙銷售到意大利 我們在當地一定會有售後服務跟維修的人員 所以我們在當地如果東西需要做 這個更換或維修的話 我們不會激回台灣 我們在當地會有銷售或是售後服務 不是只有銷售團隊 還有售後服務的團隊 這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們去看雅池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很大聲 很大聲的在鑽牙的那一支 這就是Handpiece 那Handpiece大家看到 他都長差不多 但其實有上百種 像紫牙這個紫 現在流行紫牙 紫牙的根管治療 矯正 牙周病 所以牙醫師在接到病人的時候 80%以上的工作 必須有Handpiece來輔助他 所以大家進去牙科的時候看到 牙癮好像很大一台 很多設備很大一台 其實那個都有可取代性 但基本上牙醫師沒有Handpiece 他沒有辦法開業 那這個Handpiece的話 一個診所 像我們台灣規定一個診所是需要30支 最少 最少30支 那每半年的話 這裡面有一個轉數很快 每分鐘40萬轉左右的轉支 他每半年需要更換一次 所以這大概是 這個 我們市場的現況 就是我們賣產品 那這個看起來就是 所謂的cartridge 就是 售後服務市場也很大 這是這個 這個產業的一個特性 這個是放大來看 像這支的話 我們在做助牙的話 這個 醫生在轉 聽起來聲音很大 其實他只有大概65分貝左右 那為什麼我們在 看牙齒的時候 覺得聲音很大 第一個因為他硬碰硬在磨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很高的聲音 第二個就是 很緊張 很緊張 進去的時候都很害怕 連我自己去看牙 我每天在聽我還是很害怕 所以這個 這個 Handpiece 大概是 目前來說 像雷射啊等等 去取代 Handpiece 大概已經 將近百年的原理 去專雅這個 這個原理 大概目前看起來 未來10年到20年 應該是很難有 衣材在取代它 那我就 產品面大概就先介紹到這個 我就先 快速跳過產品 那我介紹一下市場 市場的話 現在全球 可以製造牙科 Handpiece 或者說可以行銷 這個技術 正照完整的 大概全球只有六家 全球只有六家 第一 第一家大家看到是 就是我們科領科技 那其他五家 其他五家 這個Carvo在德國 這個Sirona在德國 然後WNH在 奧地利 冰雷爾在瑞士 雖然看起來都在歐洲 不同國家 但他們其實都是德語區 在地圖上 一方圓 兩三百公里以內 他們都在同一區 所以 這個技術 非常集中在 歐洲 而且是德語區的 一個技術 亞洲目前是 日本 日本有一家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台灣 日本這一家是 今年應該差不多九十年 九十年 九十一年的公司 所以科頂三十五周年 三十五年在台灣 是一個 算是老公司了啦 但是在 醫療器材行業 三十五年的公司 是像小baby 一樣 剛剛才開始 所以我們三十五 我們二十五歲的時候 開始做品牌 也差不多 那什麼時候才成功 日本做了九十年 日本做了九十年 那這個 Cover 這都上百年 歐洲上百年的公司 那目前我們的 成果是 綠色的部分是我們有 分公司 或者說 他有收 服務行銷 有總部的地方 比較完整 灰色的地方是 我們有銷售的地方 這大家看一下 其實 其實我們比較集中在 歐美地區 日本比較先進國家 我們做的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 在Marketing的策略方面 我們一年大概參加展覽是 這幾年疫情比較 比較少 但正常的話 一年大概有三十六個展覽 所以一年十二個月 在平均每個月有三個展覽左右 那我們有 我們光目錄的維護 因為現在目錄維護也在法規的 部分也是很嚴格 我們目錄就有十二個語言 那我們的Salesforce 就是 我們的在外面跑的Sales 有十個國籍以上 大家可以想見 做品牌 其實 內部的控制跟溝通 也是非常的難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我今天的重點其實放在我們的過去 我們到底為什麼 有什麼樣的機緣 有什麼樣的能力 我們可以做品牌 我剛剛講到 就是說 我不會教各位怎麼花錢 因為 剛剛我問說有沒有誰不會花錢 我看到沒有人舉手 所以 大部分人都蠻會花錢的 所以說我今天要告訴你們 就是很誠懇很誠實的告訴你們說 我們柯領在做品牌路上到底花了哪些願望錢 那請你們 少花一點錢的話 這個 離品牌之路 成功又更進一步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說 失敗 成功不能複製 失敗的經驗可以避免 如果避免失敗 你就會有很多成功的機會 剛剛講到103年的時候 我們在中國地區的營收 中國我們只做自由品牌 我們沒有做代工 那當初我們幫德國做代工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嚴格的合約 只能做中國台灣跟印度地區 他不管 其餘全球所有的地區 都不可以出現我們生產的產品 所以我們在 簽這個合約的時候 我們就到 因為印度 在90幾年的時候 我們連找人到印度出財都很困難 實在太危險 所以印度我們是放棄 那台灣因為市場很小 我們一直有做 台灣市場很小 那照中國我們就到中國設立的分公司做 那其實中國市場 要做並不容易 那我們在中國四年 存一兩瓶 而且就 營業額一直翻倍成長 我們那時候103年 我們整家公司的心態就是 哇做品牌好簡單 好好賺 代工真辛苦 代工我們利潤大概只有20到25% 然後我們在 上海 我們當然住品牌 就是毛利會比較高一些 所以我們 整個公司的心態 是非常驕傲的 非常驕傲 那歐洲人 我相信你們知道 他們 我們民國90年以前 他們對大陸是 基本上是很懼怕 比較少出差到大陸 之後他們大陸的展覽會越來越開放 他們到大陸 牙科展覽的時候 發現 柯頂不得了 柯頂在這邊攤位那麼大 比我在歐洲展覽還大 柯頂在這邊是名牌 那我們代工的客戶是不是會覺得 心裡會覺得 很怕 因為我們有技術 我們有製造 所以那時候我們兩邊的心態就已經分開了 那接著就發生一連串 這個客戶賬我們營收70% 70% 接下來幾年我們就很 大家可以想見其餐 你70%的 訂單不見了 然後我們還發現我們內部員工跟這個客戶 在外面合資 開一家公司 我們內部有員工 從我們的機密資料 營業秘密 剛剛填 填 講營業秘密的時候 心裡很有感覺 這個 我們最後告告贏了 告贏了又怎麼樣 這個 公司損失很大 70%的營業額不見了 那有人問我說是客戶背叛 你比較痛苦 還是員工背叛你比較痛苦 剛開始當然覺得客戶背叛比較痛苦 因為我們70%的營收不見 大家可以想見那個財務上面 cash flow 然後我們員工的處理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工程 我們受了重傷 然後回到公司內部 你又不知道誰可以相信 因為你內部內金內控管理很差 那所以我在這邊風勸 各位要創業的各位 一定要注意幾個 就是 我們25年前 35年前 做生意的時候 握手縮定的事 就是縮定了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 來請簽一個完整的合約 簽一個完整的合約 這個合約請找一個 有 有國際化 有 有這個國際證照的律師看過 要保護你的公司 律師的錢不可以省 那律師還有一個幫忙 就是員工進來的時候 雇用關係 雇用合約請簽好 上面的保密條款 也請一個 避害的律師看過 這個 不用就不用 一用到就是大事 這個 這兩個 律師的錢 不能省 再來就是說 單一客戶的訂單 比例不要過高 單一個客戶 對 這個 貢獻度超過你營收的20% 請注意 這個 這個客戶很危險 如果超過30% 他打分替你都要注意 如果超過40%我建議你 鎖小公司的規模 然後少接他的訂單 寧願鎖小公司的規模 像我們 佔你營收70%的客戶 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這對你公司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這個我剛剛看到舉牌剩下身分中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跑公司還有很多 那我後面挑幾個 那我們做品牌的時候 有兩個 大家最常問就是說 你在做品牌的時候 你是要在意這個 利潤 還是在意市場债有率 那我們現場調查一下 絕對要在乎利潤的請舉手 在乎市場债有率的請舉手 喔 比較多 這個 我只能告訴你 我們做了什麼 我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人家說你要做品牌 你市债率多少 第一句就是問你這一句 那我就會被問得很心虛 我們小於一個percent 很丟臉有沒有 回到出來覺得 自己怎麼那麼差 但是我覺得 剛開始進入品牌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直 想說要市場债有率 那你就會 一直這樣價 或者是 做一些方法 對於你要花錢 市場债有率是錢買來的 那在衣材裡面 市場债有率錢還買不到 因為衣材是人跟人的信任 我信任你我就跟你下單 不管你有多貴 不管你有多貴 像賓士的車子很貴 還是很多人買 我打疫苗之後喉嚨就變成這樣 我還是建議各位要在乎利潤 為什麼 有利潤以後 你的公司內部會比較穩定 你有利潤你可以去做 慢慢去做市場债有率的事情 利潤會 剛開始 沒有利潤的生意 盡量先不要做 因為衣材的市場债有率 錢買不來 有時候需要時間 徵照 這個團隊 channel 等等 所以 這個部分 我們的經驗 我們剛開始也是併市場债有率 我們花了蠻多錢的 大概 在做了兩三年以後發現 還是利潤比較重要 我建議大家 不要忘記利潤 要算算看利潤 合不合理 再來決定要不要做這個成意 那 這是另外一個比較常問的問題就是 你做品牌的時候 你到底是要直銷 還是你要透過代理商 我們再做一下調查 贊成直銷的請舉手 自己賣 賣給醫院 很簡單 路上那麼多牙科診所進去賣給他就好 還透過代理商請舉手 這個 這個給我們 恭喜大家 冤枉錢掃花一個 請給代理商賺 因為 醫療 大家有看過白色巨塔 醫療很複雜 這個 裡面的結構很複雜 所以 這個代理商 剛開始給他賺 跟他學 這個很重要 所以 大概 因為時間有限 那我大概 就舉這兩個例子 我們會後還是可以再交流 最後一分鐘 剛剛我講的這一些 看起來雲淡風輕 我們科頂這十年做品牌 大概 冤枉錢花了五億 剛剛我講的這個 大概七八億而已 就五億 那我在做看到 很多人投 投意 同行的延伸 還好 我們還陪得起 那希望大家 少花五億 那你們距離品牌的成功 又更進一步 謝謝大家